嗨,大家好,我是Sophie 今天是圣诞夜 祝大家圣诞快乐 现在呢,是晚饭后 请大家欣赏一株 特别特别可爱的兜兰吧 这是应业兜兰 通常呢,也被叫做 银兜或者银拖鞋兰 它的拉丁名字呢 叫做Pathipedalum macranthum 也有一个相对通俗的名字呢 叫做Sewer Slipper Orchid 这是一株来自中国的兰花 它的原生地呢 在中国的云南、广西、贵州 在越南呢,也有 它通常生长在海拔 800到1200米 森林覆盖的石灰岩山坡地区 以及石灰岩缝隙间 有基土的地方 仔细看看它的花吧 你看它的花鳄 以及两个花瓣呢 是粉色 有深紫色的网状条纹 它的这个Pouch 这个兜啊 圆圆胖胖的 特别可爱 是白色 或者说极浅的粉色 那中间呢 还有深紫色的Freckle 这个美丽的小雀斑 看看它的叶子 叶子的正面呢 是深浅不一的绿色 有这种网格状的条纹 那背面呢 是深紫色 很硬 有一种皮革的质感 它的植株本身呢 并不大 两个叶子展开呢 大概也就20多厘米 但是它的花很大 尤其是和它的植株相比呢 看起来就格外大 它的花期呢 通常就是在冬春季节 花感呢 直立性非常好 非常的高挑 看起来很纤细 但是直立性非常好 上面呢 有非常可爱的绒毛 一感一花 花期很长 据说在野外呢 它的花期通常是 20天到30天的样子 但是假如是在 室内的话呢 在有一个稳定的环境下 它的花期呢 应该可以超过45天 我相信 这一株呢 是朋友前些日子 送过来给我的 来的时候呢 就带着花苞的 所以它现在开花呢 并不是我的功劳 我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呢 有种过一盆花后苗 就是旁边的这个 它在我这里呢 长得真的是非常慢 是我所有兜篮里面呢 长得最慢的一种 眼下呢 去年种的几苗呢 都有新苗在长 不过长得很慢 看起来呢 好像是两年 才能够长成开花 我用的质量呢 就是盆栽土 加珍珠岩 下面呢 有垫了一层石灰石 是模仿它的 自然环境 长得我认为还过得去 就是长得太慢了 我这里呢 还有另外一盆 这一盆呢 是杏黄兜兰 在中国呢 杏黄兜兰和应叶兜兰呢 并称为金铜玉女 那这盆杏黄兜兰呢 在我手上呢 已经有三四年了 眼下呢 我认为应该会有三个花芽 很快会长出来 我都可以摸到了 那这一株呢 因为它在我手里时间长一点 长得相对好一些 同样呢 它也长得很慢 不过看起来呢 要漂亮很多 它们通常喜欢的温度呢 是在12到30度之间 那最低呢 不能低于5度 光照呢 明亮的散光就好 对湿度的要求呢 不高 40%以上呢 就可以长得蛮不错了 这就是今天呢 我请大家欣赏的这株超级可爱的应叶兜兰 在这儿呢 我还想多说一句 应叶兜兰和杏黄兜兰呢 都是国家宾威保护植物 我呢 非常非常希望 大家都能真爱野生兰花 拒绝随意私自采挖 谢谢大家